國內武漢肺炎 疫情攀升 在中部出現第一起死亡病例 感染源幽海沒釐清 引起人心惶惶 藍瑜居民表示 面對隱形的病毒 有行防疫漏洞難防 希望在地機關能針對 藍瑜的海空運出入 做好嚴格把關 如人說游客出入禁食 部分游客沒有戴上口罩 或量測體溫等防疫工作 希望在地機關 做好防疫把關工作 但相關單位僅表示 會以上級單位指示 來做好防疫措施 譬如說每個人上傳一定要戴口罩 機關署也沒有這樣要求 目前相關所的防疫措施 是完全依照台東縣政府的 一個指揮調度 也將清潔隊納入這個防疫的編組 那對於比較接觸點 像港口啦 像機場 這附近學校要開學了 去做消毒的措施 主任表示 武漢肺炎病毒難測 三波力又強 擔心成為下一個病例 希望南宇交通出入的防疫管制 應該是同作戰心態 來延防疫情進入 不僅保障南宇島上 五千多位的居民 也讓前來觀光的遊客安心 原視新聞 下面台東南宇採訪報導